我们要把它列印 特别注意,这个输出的结果 它的关系特别注意就是说 5、10 如果我今天要抓这一个 这个资料比较0 0的它的所影值位置 那就是什么 它的所影值位置就是 刮虎第0个 第0个位置的第几个 后面的话也是第0个 00的位置 这个的话就0、1、0、2、0、3 一类推,这个的话就1 所以这个位置的话1 然后10 有没有 这个位置其实跟那个什么 跟那个 BPA里面的那个Sales Sales很像 只是说Sales是从第一栏 第一列开始 但是呢 这个二维的话是从第0 0列0栏开始 这个可能有点不太一样 不过概念是差不多的 只是说这个地方当然 需要再理解一下 然后再来的话我们需要什么 把这里面的资料把它Print出来 列印出来 怎么把它列印出来比较简单 当然一样 还是需要什么 再跑刚刚的那个列印回圈 那列印回圈的话我们刚刚是 FORI IN RANGE 就是 1 豆点 ROR加1 不过我们现在的话 因为我需要直接把那个串列里面的东西抓出来 所以总共要输出外面几个 这边特别注意哦 这个FORI指的是这里面有几个 所以总共5个哦 OK 那我怎么知道有5个的话 你当然不能够 其实有个方法 你刚才把这个ROR直接放过来 OK Ctrl C 把它放到这边来 然后呢 Column的话呢 可以怎么样呢 把它放到这边来 这样其实也是 有没有可以的 OK 那或者另外一个方法 另外方法是什么 用什么呢 用那个算这个串列 本身的长度也可以 这个LEN指的是什么 这里面外面的这个总共有几个 几个这个值 几个长度了 就是几个 这个这个里面内部的话 有几个这个资料 几个资料 然后呢 下面这边的话呢 是什么 它里面的这一个串列 有几个资料的长度 OK 所以这边说 这里面的话你可以什么 做一个中瓜阿福 然后I 第1个 不过其实我的习惯是你可以把它改成0也没关系 改成1也没关系 因为它里面总共有几个都固定的 总共的话应该有10个 所以哦 那当然如果你实在是不OK的话 我觉得好像用这个方法好像感觉更简单一点 直接拿什么 拿这个Row跟Colent 那再来的话就怎么样 把它的资料提取出来 把它格式化再把它输出 那格式化的位置就是什么 List的第几列第几栏 这个感觉有点像是Sales的第几列 可以递起来 一样的道理 有没有 其实就写成这样 中瓜阿福前面这个 配合后面中瓜阿福 OK 所以输出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应该就可以得到我们样的结果 不过我这边把它注解这个拿掉 这个Print List这个把它去掉 不然等一下会多一个刚刚的东西 那输出的话那第五列 第十总共十栏 OK输出结果OK没问题 那最后的话呢 它还要再多多一件事 所以这点啰嗦 它需要什么 把它做成什么 做成那个制定函数 如果要制定函数的话 该还记得吧 我们一个标准化的步骤 什么步骤呢 第一个请你在这上面 Enter两下好了 打一个DF 那这个DF的名称叫Compute 其实它好像都叫一样的名称 瓜阿福 那传一个什么呢 传一个List给我 所以这边的话 传一个List List1好了 那底下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怎么样 把刚刚 其实要全部 如果它只是需要做一个的话 那我们刚才就列印的部分 把列印的部分 这个把它搬过来 然后按个Tab OK 不过会有个问题 这个 这个的值 它是在这边 除非我要传过来 否则这里面值是空的 那怎么办 我可以用LEN 用这个嘛 所以这里可能就不能用刚刚的方 变成说我可以用什么 用这个传过来的词的LEN 所以这边的话 可能就是要用 还是用这个方法 LEN 算它的长度 然后呢 这边一样 LEN 只是说里面再加一个中瓜 再加一个中瓜 算它里面的 那一个的总长度几个 这样子 那我呼叫它的话呢 我就直接把compute 直接这样 在这边呼叫它 print一样在这边print OK 这个是一个方法 就不用return了 所以我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执行 那一样这边输入5 输入10 该结果 丢给它 它帮我print在上面 这样应该OK 只是说因为这一题 我不是很确定说 它是不是需要用return 如果说你要return的话 像我这边是直接在这边print 那如果说 它一定强制要用return 有没有 像我们之前写的话 那我应该就是在这边要加一个s 等于空的 就是串一串之后 把那个字串return回来 那print的话就不是在这边print 我就直接怎么办 s 等于s自己本身 在串接后面的东西 把那些东西串在一起之后的话 OK 然后 然后 在这一行的话就换行 换行的话就是 把s 等于s本身 加一个什么呢 换行的符号 就反斜线N 最后的话呢 把这个s怎么样 return回来就可以了 return s 但是如果它是写成return的话 那底下这边的话就是什么 就是变成print 然后 前刮户后刮户 这意思是说把那个s return回来的结果放在这里 然后把它print出来 OK 然后把它指形给各位看 其实结果应该是一模一样的 5enter 10enter 一模一样 只是说上面的话呢 这个地方是什么 串完之后就是把里面的东西串串串串串串串 然后换一个换行 最后return回来的结果 OK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这部分 去一下 这一题真的是难度非常高 606 所以如果假设你考试的时候真的不幸抽到这些 你先可以先跳过 先把其他 因为其实这个考试 只要70分就考过了 所以如果太难的题目先略过 等到你先考到70分了 有时间 如果考完之后发现时间还很多 你就慢慢再做别的题 其实 当然如果你真的要 想要只取的证照为目标的话 说真的应该不困难 不是说要叫你100分 你只要 把那个 大概 其中有三题不会做没关系 也就是说你 九题里面 只要会做六题 OK 所以证照就拿到了 OK 那当然 你看我是建议各位可以把这个设成一个目标吧 姑且不论 有同学说老师那这证照要干嘛 证照有没有用 我就觉得如果你可以有这个勇气 就把它考过 我觉得对你的人生就很大影响 你愿意去做这一件事情 并且把它考过了 并且把它考过了 不然你可以试试看 如果考过之后 把你的这个证照 拍个照 然后放到你的脸书或IG上面 看看会有什么结果 OK 我想应该会得到还蛮大的回响吧 OK OK 可能会很多人应该会问嘛 这是你的吗 还是什么 这是路上捡到的吗 OK 反正最重要是你自己有努力过 我觉得其他人讲都不重要 最重要还是要自己愿意投入这个时间 好 请各位试试看 那相关的那个参考的答案 我也有把它放在这个云端上面 请各位可以自行参考